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到了这个超度的确是有用的 而且您也举出了几种超度的方法 但是究竟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超度 还是一定要请法师超度 是不是可以请师傅继续为我们解释 超度的意思是从 烦恼的苦海之中超越过去 到达到达解脱烦恼的几界区 那就是解脱的人 到了富国净土 或者是直接挣到圣国 那叫做超度 那就叫做超度 那这个例子呢 在赛加木尼佛有一个弟子 叫做摩连 摩连的母亲 因为在世的时候 她不信服教 而且杀生很多 不是杀人 杀很多的动物 吃那些东西 结果呢 她死了以后就跺到地狱里去 那她的母 她的儿子是 就是墨连就是神通第一 到了地狱里边呢 看到了母亲没有办法救她 想要救母亲 拿着食物给母亲吃 母亲吃不下 吃到嘴里巴就变成活 因为这是恶鬼 她已经没有这个福报 可以享受到任何的食物 那摩连就是问释迦牟尼佛 如何救她的母亲 那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她了 说这样子吧 七月快到了 在七月之间呢 七月十六啊 那一天呢 许多的出家人 修行的三个月啊 要祭祀了 那一天你就用你自己能够有的这个东西啊 来供养出家人 那么这些出家人 因为有三个月的修行啊 心都很清净的啊 而且可能里边有好多的圣人啊 那你一定可以救你母亲的 因此呢 她就是拿了东西放在一个盆子里边 那个盆子啊 叫做渝兰盆 渝兰盆的意思就是救济苦难的一个盆 意思是救济苦难的盆 那这样子她就照着佛书的这个方式就做了 一做以后她的母亲就升天了 那这是超度啊 这个开始 然后我们再看《地藏经》里边呢 也有这样子讲 《地藏经》里头是《地藏菩萨》 在她子姬啊 这个过去无量身中以前呢 曾经是孝子 曾经是孝女 都是为了救救她的母亲 那由这个孝女子姬呢 亲自供佛 亲自供养地藏菩萨 因此呢 她把她的母亲啊 救济 从地藏里救出来 然后呢把母亲送上天去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超度法 都是她亲生的子女 在做的超度的工作 而供养三宝啊 是侄女 对于三宝的恭敬 对三宝的一种做的功德 因这个功德 而使得父母啊 能够超生 整个超度的 那么这个 现在的这种做法呢 就是请和尚念经 一天念多少经 然后呢给她多少钱 然后呢就叫做超度 这个是错误的啊 是 这错误的观念 最好是自己的子女 亲人 亲属 来啊 自己念经 自己供养 自己拜佛 自己呢 做功德 这样子的话 超度是最有用的 当然 如果等到死了以后 让自己的亲属儿女 来超度啊 已经晚了 是 到不如是呢 人还没有死以前了 先自己超度自己 先自己修修佛法 听闻佛法 布施供养 忏悔一张 多做善事 多对社会有贡献 那么同时法院呢 来生 这个 先到 福国净土 然后呢 再回到人间来啊 再来度众生 这就是叫做 发菩提心啊 发菩萨愿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最可靠的超度 另外还有一点呢 人不要等待 死亡的时候 人家来超度自己 或者是呢 等到死亡的时候 自己再来念佛 这不大可靠的 你死亡的时候 你说我要到西方去 我要做什么 这个念头都没有 就发生了 结果你死掉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变成中阴生 而人间有没有人替你超度 那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就是不能超度了 所以超度最好是呢 在忽度的时候 还知道要修佛 要念佛 要求生 要佛过净土 这种超度法是最可靠 否则的话 这是非常 非常有用 但是也相当渺茫 是 那么师父在上一集里面 你还提到 就是说 如果自己 已经临死了 然后还念佛的话 还可以往生比较好的地方 是真的吗 这是 一念心转 马上 就天地也变了 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 我们对这个环境 你直接观念一转变 你这个环境 你对他的看法 想法 就不一样 感觉上也不一样 所以到临死的时候 你不要有恐惧心 你是念佛 愿生西方净土 净土的 佛过净土的佛 菩萨 会在你面前出现 是 谢谢师父开始 我没错 那么如果生前 做了很多的坏事 那么临死的时候 再念佛 有没有用呢 欢迎您到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